成果战 成果战 之前我要先多謝幾個人 我先多謝幾個人 無論你們今晚有多失敗 或多成功 我首先要多謝他們 王志郎 梁炊耀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有層次的 模型的作品 故事性很強 用很多生态去玩的游戏 而他们交代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 在小时候好像大家很容易就玩成一片 大家长大了 MIRROR再去邀请他们 大家就拒绝了 又或者在游戏里就很想胜出的 是一个挺好的作品来的 谢谢 首先音乐选得很好 一个好的音乐等于一个好的剧本 画面上很丰富 而且一些东西排得很仔细 但是他们自己的幻想 Fantasy 完了 我就看不到那个最后绿继了什么 整个故事 如果我贪心一点 我希望看到多一点 谢谢 这部剧是说我和阿妈的故事 我真的很感动 我原来这么多年前 我和她说的东西 她现在还记得 你每一件我一定会这样一件 我真的想不到她做一个 她有几次还问我 你怎么喜欢男生 你怎么喜欢女生 欣娜我问你啊 我带出男生女生 你怎么不回答我 我喜欢女生 那怎么办啊 舞台上最难就是 把最真实的一面 去揭露出来 去表现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很值得学习的 我只能务力的 好